哈喽大家朋友们,你们好,我是Frank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一个新的这个 先把这两个放旁边 就是这个,昨天去逛Home Depot的时候发现了这个 为什么要买它呢? 首先呢,我需要一个 这个呢,是我去两年前买的 这个是Movagi 18V的电池用的 大概两三个月之前嘛,坏掉了 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吧 这边有个胶布,我们把它给 先把这个打开,我们先看这个新的 打开之后呢 就是,呃,都是他们的选,选传广告吧,彩色的 说明书,使用说明书,电池 这,这带一本是电池充电器 说明书,这个是吸尘器的说明书 最关键我买它呢,是因为这个 这个是6.0的 单买一个就要119V,不带充电器 整套买下来是129V,所以说 就等于送了个吸尘器吧 你还是单买这两个 可能就不止129V 接下来就是 大家看一下这个箱子里面呢,就是显示这个盒子里面 包括了什么东西都在这儿 啊,对,是这儿 我上网查一下这个吸尘器呢,和那个18V的功力是一样的 我比较喜欢他家这个牌子呢,是因为他家这个是四方四楞的 因为我只有一个truck,车呢不是很大 这个呢,你看 它比较圆 就是容易来回拐 这个呢,放在那儿 上面再放什么东西啊,都比较老稳 但设计的理念呢,我觉得这个更好一点 为啥啊,在你没有电池的时候,你可以用电使用 但这个Mawagi就没有这种功能 你要说推荐哪一个呢,我觉得哪个都一样 现在,功力呢都差不多 主要是看你有什么电池,你有哪个牌子的 因为我是哪个都有,我比较喜欢买工具乱买一气 前两年做装修的时候,就是看到什么买什么 现在呢,是看见哪个又会买哪个,就不管了 因为我两家的电池都有 12的,18的,还有这个20的,我都有 那我们在接着打开这个,看一下你怎么打开呢 这样打开,这个就是储藏水啊和垃圾的地方 它是两用的 这个filter呢,跟那个是一个size 取出来 那我们要是吸水的情况下呢,都需要把这个去掉 不可以带这个filter 只有吸灰尘的时候,吸脏的东西啊 只要不是湿的,需要用这个 你要是吸水啊什么,就需要去下的 那是,这边呢是这样 两边盖上,这个地方呢 是上面的 是上面的 和,这带给这啥就是 这边 哎,同一次发现这个,这是 好像是固定在墙上的 它应该能在哪锁上呢 这个后来知道是干嘛用的了 就是,这个钉在墙上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这样,挂在墙上了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配件 如果头呢带了这两个 它的这些头呢,都可以快插的 你想换,就可以随时换 这个就吸大一点的脏东西 这个呢,就吸那个缝隙中 加大吸力,可以把缝隙中呢,吸出来 这个电池插在这儿,这个放在这个边 我们可以简单测试一下 先测试一下,吸这个脏的 再把它装回去 这个槽兑好之后 拧一下,就锁上了 它这边有两个速度 小一点还大一点 要是如果吸缝隙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这个树叶是吸得进去的 那我们就放在这个吧 那我们这个 哎呀,在这边 我们现在就可以再吸一下 这个 只能用这个 吸那个大的树叶 没电了,其实这个电池是新的吧 我们去换一接 然后把这个充一下电 它这个不好 这个设计不好拿出来的 哎呀 这手太小了 只能抓到这儿 那因为这个电池呢 两边有个卡扣 得摁进去 哎呀 哎呀 啥意思啊 还取不出来了 哎呀 开心了 哎呀 哎呀 我得量啊 这 这 这设计 哎呀 这设计 你这儿太紧了吧 我又拿了一截这个电池 哇塞 它这个有点太紧了 这个呢 那在启动的时候 这边有四个灯 它会显示你的电池满不满 但现在这个是满的 这儿太大也不行 中间是关的 那这边是个小的 no step on 对 这边还有个标志 不让踩上去 不过我那个大的 我经常站来上远 如果有时候就差了一点 我就站在那个上面 就当个小小的凳子 接下来我们去试一下吸水 那在吸水之前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先去掉 大家看这个 这些脏的灰尘 有的这种呢 是可以用水直接冲掉的 有的是不可以 所以说呢 大多数就是在地上磕一磕 把里边的那个灰尘磕掉就可以了 这就是刚才在这儿吸的这些脏的东西 那在吸水之前呢 要确保这边没有那个filter 那必须是这样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吸水测试 哎呀放在哪儿 放在哪儿都一样 我们先用小的试试 这小的吸的也挺快的 我们试试大的 不知道这里边满了没有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哎呦 它是能输好像1.5个gallon 大家看已经满了 就这么快 一般家里边有点水啊 还是可以吸的 所以说对我们这个经常工作的话 这个离不开 必须要有一个在车上 我们把这个倒掉 那我们在吸尘之前呢 是最好拿个布啊拿个纸 把这里边的水吸一下 要不然的话你吸的这个土啊什么 它都会在这边接一块一块 就比较显得脏吧 那好这个测试呢 就先到这里 大家这两个对比 好像高度是一样的 长处的这算五分之一 还是六分之一 这两个宽度呢 先去 这两个宽度呢 好像是也是一样的 我是想把它打开看一下 是有什么问题 但忙了就 没有试验 没有打开 这个呢 它两个的设计原理 其实是一样的 这边呢 是放电池的 这个吸管 跟这个套件呢 也都是在这里边放的 这个Dewalt呢 它是这样设计的 电线是在 在上面 我不知道这个 是不是这里边的 它之前呢 是放在这边的 有一个系统 它这个管道呢 都是在外边 所以在车上呢 你要车小的时候 这个东西很容易开 还有这个电线 它的电池呢 是放在这边 这上面写着 18V跟这个 20个V的都可以用 因为 Dewalt之前呢 它有这个 18的 老式的电池 就是老式的 也是可以用的 可以直接插进去的 这个 它等于说 有三个功能 这个18V的插进去 20V的插下来 然后呢 你没有电池的时候 还可以用这个电线 想说的话 没路上 编辑视频的时候 才发现 最后唱了个双簧 谢谢大家观看 就到这里吧 拜拜